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你先把你的照片 你要处理的照片先丢进来 那丢进来你可以用上传档案的方式 从你的电脑 从你的电脑这边去挑 当然解析度高的话会比较好 如果你这个是将来要印出来的 要印出来的东西解析度要高会比较好 所以你就把它传上来 那传的过程中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这个动态过程表示呢 它已经从你的本机电脑已经把照片传到Canva的云端了 所以这时候你再把你的照片拉出来 这时候才把你的照片这样拉出来 那就可以直接按编辑 那如果你刚刚那个上传的动态的图案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你这时候你的照片一样可以拉出来 但是就是那个编辑影像按不下去 还不能按 这个是必须要档案在 已经在云端才可以做编辑 那所以呢你就点选你的图片 然后选这个编辑影像 所以选了图片之后呢 编辑影像点下去 它这边就会出现你常用的工具 那这边有一个叫背景移除工具 就是去背的工具 所以你如果没有看到你就往下找 往下找 下面应该会有 下面应该会有 所以你就找一下 找一下你的工具在哪里 背景移除 背景移除工具 那所以你就把它点下去 那电脑很自动 那个Canva很厉害 自动判断你的主角是谁 它会帮你把那个主角 把主角给留下来 然后其他非主角 它就帮你直接去背 直接帮你去背 那通常大概95%啦 都会成功 都会成功 所以这样就完成去背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去背没有很完整 就是还有一点小瑕疵的话 那你就继续 在笔刷这边就点一下清除 就再处理一下 细部再处理一下 假设它没有弄干净 你就再细部处理一下 那好了就要按完成 那如果有些东西本来应该在上面 你不小心已经被它做掉的话 那你就按还原 用还原 然后去把那个东西给找出来 把这个东西给找出来 然后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稍微处理一下 OK就按完成 通常啦 通常它其实蛮智慧的 所以就会帮你自动处理好 那这个就是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功能 去背的功能 好 所以当你 那么当你处理完你的去背啊 那你的图片一样是可以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调位置 这个都很简单跟我的一样 好它的图片的四周 都会有这个圆点 这圆点就是放大缩小 好那这个 这个白色的长椭圆形的点呢 就是可以让你调那个 调那个边界的保留多保留的部分 保留多少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稍微也可以这样子去调你的版面 调版面 好 那反正超过你的那个 超过你的版面的东西也看不到 也看不到 好 所以你就大概调一下位置 调一下大小把它放好 好啊如果你是用原来的版面就用原来的版面这样 好 那再来就是字的部分 字的部分呢 你就选一下那个内定的字 就是里面 帮你写好的字 那你就在这边 这边可以选字形 好那主要就是字形 字形 字形的部分呢 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格式 各位可以慢慢挑 那我自己最常用的是这一个 这个东石 阳刃东石主体 蛮好看的 所以你就直接选字体就好 直接选字体 那个字体的格式很多 然后这里面呢 跟字体比较有关的编辑功能 这个是字的颜色 这个是字的颜色 那这边的色系是 他就是原来的那个版里面 他帮你配好的颜色 他帮你原来的版里面配好的颜色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尽量用 尽量用他帮你配好的颜色 的那个色系去做修改 品牌色系去做修改 如果你照原来的版的时候 尽量用那个 因为那个是设计师 设计过的那个 那个颜色 他们会 专业的美术会有那个什么暖色系 什么色系那个 好 会做这样的处理啊 懂比你自己乱挑颜色会好看的多 好 好 好再来呢 这里面 这个是对齐 那他的对齐方式是 自左 自中 自右 三个 三个在轮或者是那个 平均对齐 他是 轮流切换 轮流的切换 所以你就是点一下 不喜欢 就点一下 再不喜欢就点一下 点到你喜欢为止 他是轮流切换的方式 然后如果你有两行以上 如果你的字有两行以上呢 这边是那个字据 就是 行距跟字据 行距是这一个 他上下两行就会分的比较开 往右边 往左边两行就会比较接近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调那个字据 然后字母间距就是每一个字 跟每一个字中间的距离 我比较少用啦 比较常用的是横距 好 那至于这一个就是直输横输 好 他可以转过来 转回去 直输横输 那效果就是有一些固定的格式 固定他帮你做好的 固定的的样式 风格 你就也可以去套用 这个就带一点阴影 然后这是椭圆 好 那所以你就去改一下你的 字的这个长相 改一下字的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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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也是通用的功能 就是任何的物件都可以Ctrl-C Ctrl-V 复制贴上 都可以复制贴上 所以如果你 觉得有必要要增加同样类型的东西 你就Ctrl-C Ctrl-C 然后Ctrl-V 它会多一排 你就再把它拉到 你喜欢放的地方 再修改里面的文字就好 Ctrl-C Ctrl-V 现在很流行 复制贴上 然后再来就是很重要的功能 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他这个Canva 因为是专门的艺术设计 所以他在那个版面的 对齐上面 版面的对齐上面 你看一下 当我移这个物件的时候 他会出现那个虚线 有没有 让你去跟 旁边的物件 去决定说那个对齐的样式 像这个就是 上下两个有对齐 对不对 那 这一个 这一个紫色的线就是跟下面这个物件有左边对齐 那如果你稍微 移到这边 就是跟上面这个物件做中间的对齐 再往右边移过来一点 跟上面这个物件做右边的对齐 他会出现那个对齐的线条 那如果是高度 有没有 你移到差不多位置的高度 他就会帮你出现那个对齐的线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字中的对齐 就是这个就是字下方的对齐 跟这个字的物件 所以你发现他拿来做对齐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完全不需要 他花费太太多的精神 他可以帮你对得很刚好 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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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如果呢 你觉得这边字不够 你要自己加 自己加格子 你可以在文字这边 文字这边直接点选 你要的那个长相 要的大小 直接点一下 这边就会直接新增 直接新增 那你就可以一样放到你的 想要的位置 然后一样可以改字形 那大小呢 大小可以直接 直接拉这个圆圈圈 就可以放大缩小 或者是改这里 改这个地方 也可以去做修正 或者直接改数字都可以 所以这个一样是可以这样做 那下面文字的下面呢 这边会有一些固定的版型 它做好的版型 所以你也可以套用它的版型 你套用版型会变成这样 那你就直接改里面的字就好 那格式那个字形的格式 它帮你做好的 好 那个样字就是它帮你做好的 好 所以你选那个效果就会有 会有这种效果 好 所以如果它的字的版跑掉 有没有 你就把它拉宽一点 让那个字可以 字可以排进去 它就会变成一排 然后你再拉这个放大缩小就好了 好 所以不用怕它字 它的版跑掉 拉宽一点 好 拉宽一点 再做放大缩小就好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功能 这里有个旋转 有没有 这个就是旋转 旋转 好 好 那各位再看一下 像我刚刚挑这一个 这个这个是其实是两 两个不同类型的字去做组合的 所以当你去看 当你去看那个 去点它的字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两个格子 对不对 两个区块 两个区块 所以事实上它是两个物件去组合的 它是一个组合物件 组合物件 那所以如果你要做修改 像这个两个距离太近 我就没有办法用这一个 兼具去做处理 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物件 所以你这时候就要按右键 你按滑鼠的右键 遇到这种组合物件的时候 你可以用滑鼠的右键把它取消群组 因为它是一个群组 两个不同格式的东西 如果你要把它锁在一起你可以用群组的功能 跟图跟文都可以 都可以一起把它群组 好 所以你有固定格式的话 你自己可以设定好一个群组这样 好那我就把它取消群组 取消群组之后它就外面点一下 再点回来 它就可以分家了 好所以我就可以单独对某一个做处理 我就可以单独对某一个做处理 好那当然如果你还要再把它变回 变为变为同一个群组的话 这时候就用Shift 那个键盘的Shift请你按着 再选另外一个 两个都选到之后 按滑鼠的右键 这边就可以把它组回群组 变成群组回去 就变成同一个群组 那这个的用途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版面设计 它那个标题跟内文的格式是我们都先想好的 它以后就是只要改标题改内文 那或者是它旁边附的那个小图 好那我们可以事先把它群组起来 那以后要用就是整体一起用 好那是群组的功能 好群组的功能 好那个要修改要变大变小 要旋转也都会一起处理 好都会一起处理 因为它是同一个群组 好文件的功能大概主要是这样子 这个文字的部分 好所以图片的处理文字的处理 大概就这样子结束了 好所以它基本上非常的简单 各位试一下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那么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就要继续了 好再来呢 我们希望在这边加一些小图案 那所以我们可以到原树这边 原树这边 原树这边你可以去搜寻一些小的 比如说线条 好 比如说我用这一个好了 然后把它拉过来 缩小 旋转 好 好 好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物件的翻转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 做一些翻转这边可以水平跟垂直的翻转 老师请问可以改色吗 可以的 像这种单色的物体啊 他的左上角这边会有一个颜色 你就直接选 直接选就可以了 直接选看你要用什么颜色 这个也是 直接点那个颜色的图案 就可以直接做选择 那有时候 那个颜色这边有稍微提一下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想要用 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颜色 要很准的颜色 很准的颜色 那这时候你在填色的时候 你在填色的时候啊 这边如果找不到你想要的颜色 假设我要 跟这个皮套一样的颜色 对不对 但是这边不好找对不准 对不对 那我就在这个新增颜色这边 这边会有个滴管 这个滴管就是去吸你画面上的颜色 所以我就选这个滴管 然后就去找 我要这个布套上的颜色 点一下 它这个颜色就会跟这里的颜色一模一样 这有时候在做一些假去背 或者是就是让它跟那个某一个地方的颜色 要把它雷同 比如说我要做那个 我在荧幕上 手机荧幕 要把那个荧幕给盖掉 然后在荧幕上要写一些字这样 那我就会用到这个功能 因为它要跟它那个画面要跟手机原来的那个颜色要一样 所以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处理 好 所以这边 请说 我想请问刚才你说水平翻转跟 就是我点了那个虚线 但是没有看到 你有出现两行国字 一个是水平翻转 一个是 你要点这个翻转 点翻转才会出现 好了解谢谢 有时候你转到 就是你用旋转的方式 它只能这样360度转 有时候那个可能箭头不是你要的方向 那你就要做一下那个水平或垂直翻转 或者图片也可以 照片也可以 假设你这个方向是不对的 那就把它做一下水平翻转 这样子换上面向右边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处理的 老师还有刚才你一个关键字是徐贤那现在这个关键字是什么 它有点模糊 这个我是找箭头 这个我是找箭头 其实你都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找曲线 找线条 或者用英文 Curve去找都可以 Line Arrow 对 它有时候找出来会不太一样 各式各样都有 所以这边非常多东西 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常要做很多那个象征性的图标 就会在这里去找 很容易找到适合你要的东西 这我们等一下会再练习 好那么接下来如果你有好几个图 那它图可能是叠在一起的像这样 那假设我希望这个 这个线条是在下面 在字的下面 字要在上面 那这个就会有图层上一层下一层的问题 这个所有的绘图软体都会有这个问题 那解决的方法都是一样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图的顺序 位置顺序 右上角这里有一个位置 或者是你按右键 在这个物件上面按右键 这里也会有 图层的移动 那你可以把它移到 最后面 它就会跑到字的后面去 就是你可以决定它图层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 现在就是在羽毛的后面 对不对 因为它跑到最下面 那 如果你的你的照片 再往后移到最后 它 就会跑到物件的后面去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自由去移动 看你的状况 看你的需求 这个人 你 我 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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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就大概调一下 因为我的美术造诣比较不好 所以这个是我乱调的版 那其实各位可以 就是直接照着他的版套就好了 你就不太需要去调这个版型之类的 我只是刚好讲到这个功能 所以我就把它做了调整 好 那我们先做一张 先做一张 先做一张